TinkerCAD裡面的土壤濕度感測器位置在於輸入的部分 感測器是輸入 輸入裡面有一個土壤濕度感應 那輸入感應的部分它的有一個特徵 它有三隻腳 電源 接地跟信號 那這種感測器它主要的是類比輸出 所以它會輸出不同等級的電壓出來 好那我們使用上呢 我們一樣希望可以用一些程式化的方式來控制 接收它的訊號 那我們把Arduino拉進來 Arduino裡面我們VCC給它接起來 VCC5V 這個是GND 再來是A2 信號角會給它接A2 好這樣完成了我們的線路圖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寫程式 我們看一下 我們這次使用的是文字程式 把它預設的東西都刪除 我們給它一個變數叫MOST 那我們PINMODE A2是INPUT 所謂的INPUT是指 它必須透過 類比讀取把信號傳進來給我的Arduino 所以是INPUT 然後在LOOP裡面我們要設定的是 我們要先讀取它 所以我們要先設定它的傳輸 接著我們去定把它變數 跟我們的PIN之間做個連結 好這個程式基本上就是幾個 速率包瑞的設定 列印的一個過程 再來是Delay的時間 好那我們開始模擬 這邊有個問題 我們這邊應該是A2 A2把它改一下 所以你如果沒有改的話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它的數值其實會一直飄動 會一直亂動 那如果你把它改成正確的話 再來看 它的值就是固定的 所以現在沒有水的情況下是0 有水的情況下越來越濕 這個時候它就會到將近1000 91000這邊 這個時候它就會最多 看起來它最多可以到800多 0到800多 所以它大概可以最多輸出 應該是4伏特左右的電壓 來設計一個情境是說 透過我的濕度的感應 我來影響我的LED燈的指示 如果我們做一個簡單的指示燈 假設給它三顆燈 分別是紅色 紅 黃 綠 這樣子 紅 黃 藍好了 紅 黃 藍 三顆燈 如果今天 有三顆燈 有三顆燈 那分別讓它接到對應的角位 藍色的長角給它接4號 接6號 8號 那我們控制的分別是它的 等一下我們希望設計是濕度越來越高的話 就會有藍色燈 慢慢的亮到了紅色燈 這樣子 所以程式碼的部分我們要用到判斷式 判斷式的部分我們用的是if 先把這個delay往下移 因為delay它會影響整個回合的時間週期 所以我們先把它往下移 然後在 Serial Printer的後面 我們加入if判斷式 如果今天 Moist 小於200 小於200的話 我們讓它亮 我們讓它亮Digital Write 夾構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先幫這三顆LED燈 鍵它的變數 所以LED Label 1到Label 3 總共是4號 6號 8號 3隻腳 好 468設定好之後 接下來它們的Pin Mode也要設定 我們可以複製 貼上 再來修改 所以這三個是output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把程式大概這樣子寫 接著如果今天它有第二個條件 我們用yes if lis 是moist 它沒有小於200 但是它可能比方說小於400 500好了 那我讓它亮 黃色的燈 所以 黃色燈是這樣子 要記得 要記得齁 這幾個if else if 它們是平行的概念 走了其中一個 程式就會結束 所以 接下來最後是else 好 我們先用這樣的架構去看一下 效果 OK這邊有拼錯字 TAL 加上電阻 然後我們把介面稍微整理一下 藍色燈對到的是4號角位 黃色燈對應到6號 紅色燈對應到8號 接著看程式嘛 我們目前設定是小於200 是亮藍色燈 數值 介於200到500之間 讓它亮黃色燈 超過500以上 我們讓它是亮紅色 好 那我們開始模擬 這時候藍色燈亮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 紅色燈 接著如果往下降下來 好 現在有個問題 就是 我一旦回到高點 再回來 它就 不會熄滅 OK 它會連續亮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改一下程式 我們在程式的預設裡面 當它每回合 不管它只有if 還是else if 還是else 都代表它這個時候 程式已經結束了 重新回到loop的時候 我們要讓它的 digital write 都是low 燈都是熄滅 一開始都是熄滅的狀態 所以加入這句話 我們針對每一個燈 都做這件事情 好 所以這個目的是為了要讓 預設 沒有在它的範圍內 沒有在它的路徑 比方說今天如果走 第二個else if的時候 那藍色燈跟紅色燈 就要休息 所以我們讓它是 一開始回到都是low的狀態 然後我們再模擬一次 好 當我開始往上拉的時候 數值慢慢增加 超過200了 接下來亮黃色燈 超過500以上就變紅色燈 黃色切換 所以它會自己做一些切換動作 好 那如果你希望往下的燈也要跟著亮 比方說我把這個東西加進來 小於200的時候 我就亮 最下面的這顆燈 藍色燈 小於500的時候 我亮最下面這兩顆燈 黃色燈跟藍色燈 那如果小於 如果大於500 那我就讓它三顆燈全亮 那就可以這樣設計 那我們開始模擬看一下 接著開始增加燈號 有沒有這樣子就可以實現這樣的效果 我希望有機會是都不要亮燈 在這個實驗裡面 我們進行比較大幅度的改寫 主要是因為我們多了一組 Moist小於20的情況 那我們希望大賽小於20的時候 是三顆燈都不要亮 所以我讓它拉漏 接著我們在 第一組 我們做的事情是 20到200之間亮第一顆燈 那20到200的寫法是 數學式我們是直接這樣子 像右邊這樣直接 Moist大於20 小於200 但是在程式裡面 我們要拆成兩段 這個符號叫and 兩個and 我們寫在條件式裡面 代表說且 而且的且 所以是 Moist大於20 小於200 所以是介於20到200之間 記得要把它拆成兩段來寫 中間用and的符號 然後第二個else符 我們就是200到500之間 亮兩顆燈 那else 因為前面已經很確定 0到20 20到200 200到500 都已經 被安排好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確定 剩下的就是500以上 如果你前面有東西沒有安排好 比方說你這邊寫 2Moist大於5 大於5 小於20 那麼就有可能發生說 5以下的部分 被算在else裡面 那這個會造成程式很大的問題 所以通常你在用到else的時候 一定要確定 前面這些條件都已經 安排得很清楚 接下來後面才可以寫else 所以我們接下來模擬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視窗 現在 沒有 任何數值 數值是0 也就是說落在20以下 這個時候沒有半顆燈亮 接下來如果超過20的時候 第一顆藍色燈亮了 再往右 慢慢的 增加到200以上的時候 黃燈亮了 500以上 紅燈亮了 這樣子 然後再降下來 一樣按照順序這樣子熄滅 好所以像244就是亮兩顆燈 所以我們生活中很多的指示燈 其實背後都有很多的條件式 按照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